双子座,双子座的人针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套路,而且每一次都可以到达本人想要的结果,能和双子座人亲戚友好的相处。 不代表就获取了他们全部的信任,有可能对你有好纯属礼貌,想要试图用小心机来骗双子座人的话,劝你趁早打消念头。 他们的警惕心太强,智商太高,很难真正逗骗到他们的。 双子座可以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主要就是因为这点,总是在别人面前说别人想听的话,并且坏人永远都不是双子座的人做。 即便自己做错了事,也能想办法推给别人,把自己的责任全撇干净。 双子会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开标,不管谁对谁错,最后都是你的错,无辜脸一出现,是一个戏码就上演。 双子跟你就一样滑,怎么着也抓不住的,要跟他耍心机。 不见你被套路了,到最后你还觉得他是对的。 双子座的宝宝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活着的,虽然他们有时候光动嘴不动腿, 但是当他真正想完成一件事时,就会完达目的不择手段,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。 大家要小心了。 天蝎座,不得不说,天蝎是一个十分有心机的人。 他的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,能够用一副天真的样子来迷惑身边人,让别人感觉他很简单。 其实不然,天蝎有着很强的推断能力,他们有自己的思想。 对于自己的想要的东西,不管通过什么手段都要达成。 而且他们也会适当的装可怜,来操纵别人。 真所谓十二星座,中当的最深的角色。 天蝎座人情商高得让人佩服,在一众好友面前。 他们各方面都能够应付得非常周到。 天蝎座的人会根据场合察言观色,先不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,等到明确了大家的看法。 然后才表现出佩服的样子附和大家。 不同的处境天蝎座都能很快的适应。 可以说是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是高情商又人华的代表人物。 在天蝎座人面前,最好别耍心机,因为他们要真跟你玩心机。 你可能还承门不过他们,如果你给天蝎座人设计套路。 最后可能反被他们给套路了。 天蝎座做人做事特律独行,很难猜透他们的所思所想。 不到最后关头,你就不知道,他们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没出。 水瓶座,水瓶座懂得察言观色,脑子里的想法层出不穷。 没人能折磨得捅他的心思,心机刷起来自然滴水不落。 有这样超群的本领,哪有不用的道理? 于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,或名或爱,超自由的操纵别人。 如果有天他把你给卖了,你还替他数钱也不足为怪。 水瓶座看上去温柔可爱,给人感觉非常优雅大方。 尤其是水瓶座的人,一出门,却要打扮得像花蝴蝶一样。 其实骨子里,鬼主义特别多,绝对是最有主义的一个,只会超群,非常狡猾。 时间越久,大家就越知道,水瓶座绝对惹不得。 鬼主义,一个接一个,水瓶座比较独来独往的。 即使他们在表面上与朋友称兄到底,内心却不一定会把他们当真心朋友对待。 所以和水瓶座交朋友只能适可而止。 水瓶座的人平常对人很有礼貌,也很亲切,但是他们心底特别敏感细腻,而且眼光犀利,能够随时洞察人心。 所以如果一旦有人想要试图去欺骗他们,只怕他们从你一个简单动作就会发现,水瓶座的人基本上能更聪慧的斡旋。 于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,遇到任何困难都首先会通过智慧去解决,利用计划达到目的。 所以水瓶座的人是最狡猾的星座之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